AZ疫苗提供高龄长辈施打 不过在台北市这里 就是没有针对行动不便的长辈提供 像是大巴或是计程车接送这样的服务 宋老人打疫苗活动发起人 陈胜文就号召了15个志工 主动询问里长需要帮助的 独居长辈或是行动不便长辈的名单 他们目前已经接送了上百位的长辈来施打疫苗 从整个接洽的过程到整个接送 宋看到长辈打疫苗 他们觉得非常窝心 这个过程都是我们的独家画面 大热天为了打疫苗 长辈忍着酷热高温出门 有车坐的少晒点太阳 没车坐的还得爬上斜坡 这爬蛮致力的 还有外来跟我两个一起推 有民众搭捷运来 再把坐轮椅的长辈沿着万方高中前的斜坡 一路走上来汗如雨下 而没人陪伴的独居长辈更是心丹引之 大多数都没有使用网路 或身边没有小孩子 所以他才没办法预约 所以我有观察到说 在这个时段很多的独居长者 那在那个时段 我们有派出车子来帮忙再接送 因为北市府并没有安排 大巴或计程车队 接送行动不便的长者 送老人打疫苗活动发起人陈胜文 号召15名志工专门接送独居长辈或行动不便的长者 15号开始光一名志工就要再上15趟左右 帮工作量大增的里长们分担辛劳 能帮几个是几个 也希望之后更大规模的施打 市府能超前部署 更早跟当地里长和医疗院所沟通 动线也要改善 才不会让这次的乱象重演 华世今晚罗里云黄昭盛台北报道